腾讯体育剧,8月13日上午,2018年冰雪运动系列活动发布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, 所谢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亚军徐梦桃,钱花怀冠军陈鲁以及演员许慧舟,林志颖等货班第二批国家冰雪运动推广大使。 8月14日,徐梦桃在自己的社交网站,表达了对于自己当选国家冰雪推广大使的看法。 徐梦桃,徐梦桃写道,很荣幸担任国家冰雪运动推广大使,是最大的魅力在于他们给我带来户外运动的快乐, 只增不解的热情,无必幸福的满足感,还有人与自然融合的舒适感。 这是我提炼出自己从16年滑雪运动的美好体验,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大社会环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生活, 和家人一起坐着锁道聊聊天,呼吸新鲜空气滑滑雪,生活不亦乐乎。 在原文的评论中,并你们充分展示了对陶子的爱,有网友说,陶子太美了, 您当冰雪运动推广大使,实至名归。 徐梦桃作为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领军人物,指引生涯之间荣誉无数。 他是我国自由式滑雪项目温哥华,所谢两届冬奥会选手,2013年挪威市锦赛冠军,2014年所谢冬奥会亚军。 尽管2018年平常冬奥会上,徐梦桃发挥失常无缘奖牌,但是在2018冬奥会中国运动员传播力影响榜上, 徐梦桃仍为列第17名少年CM的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